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哥爱飞翔 今天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免费域名的申请 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的USKJ免费的域名 由于大量的域名被滥用的话 现在平台已经收回了 而且开始收费了 之前很多老用户注册的也是用不了了 那么现在平台又推出了新的QZZIO的一个域名 这个目前还是免费的 大家赶紧去申请 申请到了后期的话 大概率是肯定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的 因为我目前有试了一下 这个全新的这个QZZIO域名的话 它目前是不支持托管到Cloudflare的 那后期的话肯定是会支持的 所以大家赶紧先去囤起来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如何注册账号到如何去申请域名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我们第一步的话 注册平台账号 这两个网址都可以 大家点进去 用这两个网址注册都可以 我们的网址打开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账号的话 我们在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地址 然后点Next 输入密码就可以登录 我们没有账号的话 我们就点下面这个SignUp 然后进行一个注册 这里需要填入一些用户名 还有地址 电话号码这些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个地址生成器 就是这个地址生成器 大家打开地址生成器的话就是这样的 你随便选一个州 给它生成一个地址 把对应的信息填写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填写完之后点击注册 注册好之后的话 它会提示一个Successful 就是说提交成功了 注册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自己的邮箱里面 有一个确认邮件 根据提示 把那个确认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 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步我们注册 账号就注册完了 那么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来登录平台 如果你是用邮箱注册的 你这里输入邮箱 然后Next 输入密码 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那我是用谷歌登录的 我就点这个谷歌登录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进来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公告栏 大家翻一下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说XSKG域名前2000位注册者是免费的 但是现在的话名额已经用完了 注册也是收费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QZZIO这个域名 它是免费的 这个域名是免费的 大家赶紧去注册一下 那么现在新用户的话 只有一个名额 官方为了大家对它进行一个鼓励 所以的话需要大家去给它的GitHub做一个Star 就是它下面这里有提示 你看 登录GitHub账户 然后防卫他们的GitHub账户 然后给它做个Star 这边给它点个Star 点个Star之后 然后你返回到这边来 你进行一个验证 授权验证 它就会给你赠送一个域名 总共是两个 好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注册吧 我还是返回到英文状态 然后点下面这个注册域名 点了之后 然后这边你输入你的域名 想要的域名的一个前缀 想要什么 自己可以在这里试着输入一下 然后在这边check一下 检查一下看能不能注册 那么这边下拉的话有四种 现在的话第一种 第二种 第四种都是要钱的 是大概14块钱 那么只有第三个这个QZZL是免费的 所以你输入你的想注册的之后啊 想注册的之后 然后点check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注册超过上线了 所以我不能再注册了 那么你们在这边输入你们想注册的域名 然后点check 如果可以注册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成功的一个提示啊 成功的提示 恭喜你的域名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个时候的话 在下面的话 需要你输入这个name server 因为目前的话 QZZIO的话 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 所以的话name server 你需要随便先填写一下 后期等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的话 你再去修改 不知道填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填我上面这两个填进去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的域名就注册成功了 那么后期的话 等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的时候 我们再去Cloudflare那边做一个解析 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麻烦您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